請消不斷安撫這名男子還是很生氣 原來他在公園裡無故被人攻擊 動手的人就是救護車旁邊 這名綠衣墨鏡女 雙方將持好一段時間 就怕被撥擊附近民眾閃得遠遠的 但這名失控無故攻擊路人的女子 已經在這裡好一段時間 這名女子是當天下午就出現在猛假公園 而且她是被附近的民眾檢舉 四處騷擾別人 而且甚至是出現了攻擊行為 拿著辣椒水到處亂噴 事發在上個月底 警消晚間八點多到場 當場找到這名渡性女子 他當天拿著辣椒水在公園裡到處亂噴 民眾受不了 看見公園駐警隊趕緊求助 下去警方獲報後到場接手 但他情緒還是相當激動 而且還想繼續亂噴辣椒水 警方決定將他強制就醫 但消防隊員來了 他不肯配合 救護車只能耗在現場等 猛仔公園不管平日還是假日 人潮都很多 加上龍山寺又是知名的寺廟 不少海外觀光客都會來 幸好當時沒人受到波及 只是他往人多的地方 噴辣椒水情緒又很激動 符合強制就醫的要件 他卻是耗了好一段時間 才終於配合上車到醫院去 就怕救護車竿等了這麼久 真正有需要的人會受到影響 TVBS新聞老师公英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